这个社区就是一个带大门的离市中心比较近的这种condo的社区 然后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呢 这个社区里边有新房子 我们来看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区 你看它中间还有一个湖 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这种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那种condo的样子 但是大家的性质还是single family的性质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种市中心的single family的性质 但是其实你看它这个房子就比较窄 然后房间距也比较小 整体的感觉也是比较紧凑的这种 但是它还是single family的性质 好 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下 一进门就是这种感觉 一进门就是一个这样的厨房 因为它这种的房子就类似于condo的这种建筑 我们以前不是经常介绍 但是它这种房子的感觉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 稍微有一点跟single family非常的不同 就是它的主要的客厅 这个房子也是个高条的 感觉这边还是很棒 只不过是一进门就出房 稍微有点怪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客位客人用的洗手间 客人用的洗手间的另外一面是主卧 主卧是依然在一楼 我现在都没有开灯 完全是自然光的状态 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房子的外面还有这么多的树 装修的升级不错 地毯都是比较高端的地毯 然后独立的浴缸也有 然后比较现代风的这种装修风格 这些都还不错 看一下它的衣帽间有多大 衣帽间也都是很大 然后这边呢就马桶间 这样的一个感觉 现在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今天之所以派一个这一种的房子 就是因为有好多的客户觉得 我怎么不太做市中心附近的一些房子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不做 而是很多人都是有家庭的 有孩子 然后家里有老人 他不一定非要买市中心附近的房子 住在各个区里就很方便 所以也不是所有人都在市中心上班 有很多人在10号能源走廊啊 290高速公路附近啊 各个地方 所以每个人住的都很分散 而且中国人的房子的话 还是比较要平衡一下中国人生活的 比如离中国城的远近 离亚洲城 离什么样的超市的距离 这就是一向来的一个game room 这种还是蛮好的 很舒服的game room 然后呢再往里走 就是一个卧室 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边 是一个套间 有完整的洗手间 所以呢 就感觉很方便 然后另外一面呢 就是一个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还挺大的 我们再继续走 右手边还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有窗户的 我现在没有开灯 感觉还不错 就是干干净净的 很整洁的这种风格 然后再往这边走 是一个卧室 卧室总体来讲 面积比较大 衣帽间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是窗户最多的卧室 并且正好这房所在的位置 卧室望出去还有一个水塘 对 这也就算那个水塘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 这种市中心的 类似于condo的这种房子的感觉 没有家具的话 您可以感觉空空闹闹的 也没啥好看的 还是有家具好看一点 不过整体这种房子的感觉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 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院子 新房子我都不拍院子 是因为您买的这个院子 和您到时候买的地是有关系的 那二手房我就拍一下院子 你看这种 这个房子就是在市中心附近 占地就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一个小院子 所以它也是独栋别墅的兴趣 只不过是市中心附近的独栋 三十几万的这种价格区间的 差不多这个就已经算是 性价比很高的一种了 好了 欢迎您 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如果您对修顿地产感兴趣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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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